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下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要来和大家一起把玩一下的玩具 是前两天有组装过的一台万代出品的 Figureis Standard系列的拼装产品 首先还是先来说一下它的拼装感受吧 总体来说这个拼装的时间和萌兔预期的时间差不多 大概是在三到四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全部的组装了 当然萌兔使用的是神手一刀流 不对水口做任何的处理的 但是因为这款产品身上的板件既没有隐藏水口 也不是按压水口 所以说小伙伴们要组装这款产品的话 还要自己去准备剪钱以及砂纸 和错到一些最基本的处理水口的工具 要把水口好好的仔细的处理一下 才会有比较不错的完成度 不然像萌兔直接一刀下来的话 可以看到这种地方还是非常明显的会有水口的预留 特别是它这种金属色的外甲零件处 如果你不把水口好好处理一下的话 它这种发黑还是非常明显的 看上去是挺难看的 模型完成全部的组装之后 达到了有20厘米左右非常巨大的一个体积 重量的话也很重 直接上个秤给大家看一下的话 估计是有188克 那相同的 我们拿出一款和它差不多的产品来对比一下 拿出的是M级系列的NTE 可以看到这台NTE它身上是会有那种重装的装甲的 加上装甲之后 它整体的这种身体的健收度 还没有我们今天的战斗暴露上来的更加的健壮的 包括重量方面的话 NTE也只有185克 当然还有一半装甲没装 装上之后两者应该是差不太多 所以说差不多的话 这次的战斗暴露上在体积和重量上 和一款M级的产品是相当的 但是组装的难度 却会比一般现在M级产品会简单很多的 因为产品身上这种小零件很少 基本上都是大块大块的那种零件 组装起来的话是挺爽快的 再来说到小伙伴们比较在意的贴纸问题 这款产品其实萌兔觉得它的分色可以说是非常棒的 如果满分100分的话 绝对可以给这款产品打90分的 不要看它身上需要贴纸的地方好像很多 它背后这种盾牌处的地方有这么多的贴纸 但是因为这些贴纸都是贴在有凹槽 并且表面非常平整的地方 所以说贴的难度很低 贴上去的效果还特别的好 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穿帮 也不会有任何翘边的情况发生的 即使你说你实在不喜欢这种贴纸的效果 想要自己补色的话 它的补色难度也不会很高 基本上是不太会发生出戒 或者是溢色的情况的 所以综上几点结合起来之后 让这款产品其实单就素组来说 它的完成度也是非常不错的 至少萌兔对素组的完成度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也有小伙伴反映说 它身上所有黄色装甲处的地方 颜色有一些太浅了 塑料感有一些强 这个的话是无解题 你只能够后期对它自己进行一些这种喷涂的加工 然后再来说一下外观造型 今天这一台战斗暴龙是 它是经过万代的一些魔改处理之后推出的产品 所以说它身上的这种外甲的刻线以及纹理 还有它的身上的外甲什么 全都是和原作当中是不太一样的 包括在身材比例上也是做出了一定的修改 特别是在它的这种四肢的地方 是做出了粗状化的处理 这样子就会显得它的双腿稍微有那么一些短了 但是与此相对我们获得的 则是在外形上的非常强烈的肌肉感和力量感 摆起pose起来可以说是相当的霸气的 另外还有一点经过最大魔改的地方 就是它背后的盾牌处的地方了 这个盾牌是加入了一定的裂甲结构 可以从外侧这样子一层层的剥开 剥开之后在盾牌内部还加入了这种淡紫色的透明零件 看上去是非常的具有数码感和科幻感的 它本来就是数码宝贝 所以说这种感觉蜂窝式的这种迷彩的造型还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在它背后盾牌展开的时候 是需要有一些小技巧的 我们把它收回去重新来一遍 首先第一步是需要将它的外框向外侧展开 然后沿着脚向外侧这样的实力 可以看到里面这一块是有一些向外侧平移的 平移出来一段距离之后 再将内侧的这一块零件向外侧展开 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因为在它上面有一个小尖角的地方 如果你直接从内侧开始展开的话 这个尖角是会碰到里面这块零件的 会发生一定的尖角处的折损 所以说在展开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顺序 背后的盾展开之后在造型上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看的 但是即使你不展开把它盾身上的这些一个裂甲的纹理 加上去之后也是非常的漂亮的 这两块盾除了可以背在背后之外 也可以将它拆下来 然后通过一个连接件的方式 把两块盾合在一起 装在它的手臂侧面 它的手臂侧面是会有三个小洞的 这个比较小的洞是用来装它的拳爪的 后面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洞 就是用来装它的盾牌的 将这个连接件装上去 然后上面插上两块盾 就可以还原出手持盾牌的样式了 说了这么多的优点 下面再来说一说 我们就在这款产品身上发现一些小问题了 首先就是这款产品 它的可动性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理想的 首先它头后面会有那么一小撮红色的毛 这个毛会和它后面这个盾牌发生干涉 左右摇摆的话基本上是摆不了 抬头也是为0 只能低着头 然后这样小幅度的左右旋转 然后就是躯干处的地方 不要看它胸口和腰部 好像是两个球形关节的三段结构 但其实它躯干处的可动是非常有限的 即使是把这个稍微拉出来一点之后 它这种弯腰和挺胸的幅度也是非常的小 左右侧摆的话也很小 而且当你把它的下半身拉出来一点之后 就会发现它这个球形关节就会变得非常的松了 下半身就会一直晃啊晃啊晃啊晃 然后紧接着就是在它肩部连接处的地方 会有一定的干涉 让它的手臂平抬角度非常的有限 基本上只能抬到45度左右 亏了它肩甲有这么大的一个避让角度 然而它这个手却是抬不上去的 但是躯干和手臂连接的中间会多出一个向前旋转的关节 可以增加它的手臂前身角度 可以还原出一个左手往右拍右手往左拍的一个效果 再来看到的就是下半身了 因为它的大腿处是做出了一定的这种粗状化的处理 所以说让它的大腿前踢角度是非常的着急的 是会撞到的 如果你硬要往前伸的话 就会发生一个脱落的问题了 脱落的问题也是这款产品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宽关节处的球形关节做的太小了 以至于它的两条腿安装的并不是特别的牢固 球形关节做太小 除了它前踢的时候容易发生腿部脱落之外 在它的侧踢的牢固度上也并不是特别的强 所以说大家在把玩的时候 经常会发生这种站不稳的情况 需要来加一个支架 正好说到支架 这里就再多提一嘴 就是这款产品当中是不附带支架的 需要玩家自己给它配一个支架才行 可以用同系列的假面骑士的这种通用支架 或者是用这种另外购买的这种魂支架都可以 只要上面的这个接口是三毫米的孔洞 都可以来支撑这款产品 但是因为这款产品稍微有一些重 所以说用这种螺丝的话 你要给它拧紧一点才行 这个松动的问题 除了它球形关节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槽点 就是它腿部关节当中的转轴关节 做得是非常的细 可以给它拔下来看一看 连接它脚踝处的这个装是这么的细 包括它大腿处的这个平转关节处的地方 这个装也是做的这么细 这么粗的一个大腿 就在正中间有那么小的一个洞 装上去之后它这个平转不松有鬼了 这点的话算是这款产品身上的一个非常可惜的地方 最后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今天把玩的这款Figuras Stunado系列的战斗暴龙兽 在板件质量上我们突然是非常满意的 整体的这种无论是分件还是分色 或包括它的零件锐度做的都是非常优秀 即使是素组也会有非常不错的完成度的 但是在关节的可动范围以及松紧度上 有那么一些不足之处 需要玩家们自己来搭配一个3毫米接口的通用支架 才能够发挥出这款产品的全部魅力 至于4000日元的官方定价 可以买到这么大的一款产品 它的性价比也是挺高的 而且更关键的一点是 拼装版的产品通常出货量都会比较大 不太会发生那种一出货就立马涨价的情况 所以说像萌兔这种小时候是看着第一季动画长大的朋友们来说 今天这款战斗暴龙兽 绝对是一款不容错过的产品了 好的那视频最后还是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投币收藏以及分享 想要收看更多精彩模玩分享视频 不要忘了订阅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